字幕组织 字幕组织 大家好 又到卓又港 讲卓又的时间 我是你们的支持人William Hello 你好我是Ross 又是我只有八声的KH 今天我们请了欢喜 欢喜过来 为什么会有这一集 其实事先之前 有很热烈的讨论 就说如果你只能够 保持十个游戏 你会保持什么游戏呢 看到很多人留了很多 他们的Top 10 不止 有很多人 有些是朋友对自己谈 都会有 很有心机去做 那我们没理由拍 我们开这个题出来 最初没想过这么大反应 没想过这么大回应 最大回应 这个真的是最大回应 还有最有意思 我都觉得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想这件事情 还有补充一点 之前和Ross都聊 其实我开始一直都想 就是Keep 10 就是我的Top 10 当然不是 那Ross 你说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我有几样东西 就是说 你始终 你有些游戏 特别是这一排 很多的Legacy 你玩完一次 之后的 experience 完了 你再继续下去 例如Pandemic 可能是你的Top 10 但未必是你的Keep 10 是 你保持继续下去 你先保持继续下去 不要打算搓我的Top 10 是 是 我觉得有其中这个perspective 都对的 不过可能我自己 反过来 我自己一向想Top 10 我都会想起重玩性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考虑 所以我会这样想 OK 那么 欢喜哥 欢喜哥 我们为什么会加欢喜哥 来来呢 就是经常有人说 我们这些游戏 就太过未识识 是的 就没有Europe 今天我们就找个重口味 重口味之王 是的 是的 你说一下吧 你说一下你的Keep 10 你会怎样 Keep 10 我有几个规定 会有个priority 当然看Gameplay 好玩才会流 第二样东西 其实我会着重多样性 因为假设的情景 可能你移民我升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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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10个游戏 你当你只有10个游戏 可以拿来 所以你会带什么 但不行 你去到火星没脚 不是 但是这些火星人 他又要问 你呢 有没有计算你那些expansion collecter edition 那些 因为你那10个 可能一只等于我们10个 多个 是的 你是怎样计算 其实我有少少像欢喜哥 是的 我也有想过Gameplay 然后呢 当然我也有想过一些珍藏性 很多人都期望 我在10个游戏 会不会全部都是collecter edition 但是我听到其实不是全部都是 只有几个是 或者是自制的collecter edition 自己买齐所有version 和买齐所有expansion 我的情况是有点不同的 我反而是将 除了考虑长玩性之外 我的选择就是将我自己喜欢的Game的类型 然后我每一样 我选一个the best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选择的approach 但是所以 你问我在那堆Game里面选择名次 我反而不知道 但是我会用这个模式去选择 因为我也是一句话 我只剩10个Game 是的 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是 感情 感情 我自己和Aross差不多 我都是在每个category上找一些top的 但是我都发觉 其实我都发觉 那10个category是多个的 所以到最后 我都要割 都要割 我都要割 割了 割了两个很伤心 对了 先说你10个 是吧 所以我先来试不二次 OK 第10位 顺遮队来说 那我们就顺遮队 那我们顺遮队 那我们顺遮队 第10位 那第10位 先让客 你呢 什么顺遮队 他是不是好像是kH 那一开 我先放个大笑蛋 是的 好 第10位 就是这个 哇 这个是什么 不得了 我們也没问过 是不是你的kept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冰棋 我们真的很丰富 这个是四国军棋 这游戏其实跟以前小时的军棋是很像的 军棋一打一 有Hidden的自己砌阵营 有Hidden Movement 用现代的Botcam的词 这个四国的版就是我和对面是同队的 再打旁边的两队 然后这个游戏的好玩的地方就是你有考心理 因为你不会知道别人的棋是什么 这个游戏出了多久 不知道 你玩了多少次 又考我了 你很喜欢考我 我其实以前中学每一入就基本上玩一次 那些人玩得好像用来打牌 另外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跟队友去交 大家要知道大家有默契 要知道大家走进去是想做什么 估计大家一会是怎么样 那个趣味性和他带给我的回忆 感情是其他游戏是很难取缔的 OK 没错 这个就是我第十位 你的特首是军棋 四国军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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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做得到的 你最特别的 这个是图稿来的 因为事实上这个真的找不到这个 找不到正版的一个军棋 不要紧 你要说一下这个是做什么 如果以前你们玩过军棋 知道玩过军棋最大的缺点就是 你需要用一个人做裁判 因为棋是完全不让对方知道的 那大小就要找第三人去决定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电子的裁判器 而这些棋也有一些电子的高级 高级 高级的也是台湾的 这个是D粒 D粒是D粒 那就跑上去玩哪个 最深科技 超越Bot Game 很厉害 我期待第九名是不是脏棋 围棋 那五个位置都可以 可以 就是飞行棋 原来可以放这些 总之我可以放这些 早点 没试过 喜欢玩这些的 真的要试一下 好 那Villiam 我的第十名呢 应该都挺常听过的 但是是一种很难找的游戏 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叫Hard and the Racine 是 说完也不是很棒的 其实呢 我可以说 其实是最近那个 洛丁汉探长 最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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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版 为什么我会修这一款 就是因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Liar Game Liar Game有一集 就是说走私 这一集就是当时的场景 它有皮箱给你的 即有六个贴 只有铁 15个贴 很难找的 因为事件全都变成了 并行业 它其实法硬的放了幾次 好玩,那怎麼辦 還說已經推出過兩次版本 生到孫子,你可以買這個什麼探像 我覺得現在這樣搞,我們是不是要做一個PG加上指引 就是不行,你不要看下去,你看到是怎樣 先去我這裏,我這裏是比較簡單的 我第10位都買到的 不是不是 我剛才說過,每一個遊戲都選擇Category 這個Category就是Party Game 我都想了很久 你那10名有沒有剩下的? 勉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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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害怕 這些遊戲 講清聚有很次序 遷就這件事 Anyway,Party Game 上年的影片也有說過很多次,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遊戲 其實我都想過很多不同的Party Game去選擇 但是我要說一隻是老少咸二 也容易學,容易教,也是出來最分 這隻遊戲是我玩過這麼多Party Game裡面 最多朋友問我哪裏買,能幫他買的 就是Party Game 是 我覺得這一下已經夠 還有一些特別隱藏版 是 是 是 三個版本都齊 都齊 黑盒的都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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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但是我會覺得這隻遊戲 因為都不用解釋這麼多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就是一隻我一定會保持低的遊戲 我的第十位就是前面這一副 就是Bug Pro的2016版 其實是想一人玩的 一定要玩的 你 有什麼玩的 為什麼我會選他 第一,美式足球的主題比較少 我自己對Warhammer的世界觀,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兩樣東西融合了,我自己很喜歡 還有 這個遊戲不是普通話 就是摘色的打球 而是如果你認真去玩 還有去研究他的Roots裡面 他有一些打烈的規則 其實我只會這麼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是一個超級經理人 就是你是營運一個球隊 還有整個過程裡面 你有很多RP之元素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球隊的衣服換 所以感覺是很難忘 還有為什麼會保持呢 就是我一對球 我可以玩無限多次都可以 因為其實是一個RPG 對,Lagacy也不行 這些是你的隊 對,這些是我們自己游了 有些是我們自己游了 好,第九位 第九位就輪到William 第九位就是我之前在Blog介紹過 那副排隊的遊戲 就是叫Q 另外有一個波蘭文名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每一隻遊戲都有 每一隻遊戲都這麼難 每一隻遊戲都這麼難 每一隻是波蘭 最重要是叫絕版 也是絕版的 原來我這個 我也不知道叫絕版 原來我們錯 原來不是collecta 是要絕版 就是有10隻 是因為只有我有 我拍一些純周圍都有 繼續 說回其實為什麼會選這隻 一來就是我覺得真的很有教義 我完全進入歷史背景 還有這隻遊戲我之前也說過 其實這些政治因素 令到它比金 明白 我覺得這隻遊戲 都叫在遊戲當中 全無僅有這類型的遊戲 是 OK 好,接著到你 好,接著到我了 那我下一隻 第九隻 另外一隻我很喜歡的 type的遊戲 就是那些種族互轟 是 就是不同種族 然後去對戰 這隻是差一點的 是 但是我想保持的那隻 就是Cahulu War 是 是 因為Cahulu War 也都 大Figure 大Figure 而且我覺得它的Gameplay 其實它是不同種族的別法很大 是 還有我的 assumption 我們說的Keep a Game 是應該連接那些expansion 是 Yes 合理 合理 所以它的種族的多樣性 其實compare 我們另外的比較那幾隻的話 是明顯地多的 Expansion多 是 你當我偷雞也好 你要保持一隻 最包羅萬有的種族互鬥Game 我會選這一隻 OK 這一隻 將會很快會看到它的second season 是 即管看它會變成怎樣 是 我的第九位就是Arcadian Quest 是 之前看過 Simon那隻 是Arcadian Quest 其實為什麼會入得到呢 我會覺得是 這麼大堆頭的一隻Family Game AQ全 還是只是AQ 我當然是AQ全 哇 那你錄了一隻Game 兩隻 整個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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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呢 兩隻而已 一二集而已 一二集 為什麼我會覺得它好呢 原因就是 進入的巨金 差不多 它裡面的角色多 還有它遊戲是玩一個工會戰的 我覺得它重玩性也很足夠 還有我覺得那句 整個遊戲是爽快的 而且尤其是出了第二集有大老模之後 整件事你給人的感覺是很完整 我覺得可以玩很多次都可以 到Happy 好 第九名就是 我先看看 不好意思 就是Innovation 好 好厲害 Innovation 這個作者 其實就是一個 都叫鬼菜 鬼菜 鬼菜 有很多不同的 很奇怪的 一個 mechanism 遊戲 我想它算是其中一個設計 一卡多用 做得最好 它是最好的 而且我通常會這樣 引用它 它的遊戲 作為一個玩很多遊戲的 遊戲都好 看完說明書都不知道做什麼 對 你要下場玩一次 原來是這樣的 這麼有趣 Innovation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代表作 你選Innovation 你不選這個Gory of Toru 可能是第七系 OK 不是 我可以說為什麼 我買不到 我買不到 買不到Bandbox 我買不到Bandbox 我買不到Bandbox 因為被人買了 然後被人買了 我根本就沒有 所以不能保留 合理合理合理 合理合理 可以保留很久 對 至於這個遊戲是玩什麼 其實這個遊戲 都很多地方介紹 我很累了 我想說純粹是一個Card Combo Game 玩下去很瘋狂 很有趣 每次玩都不同 就算是裡面只有這麼小集 每次玩你都會思考到 都挺有趣的 所以千萬不要跟它玩 它好像今年是有Extension 新版 新版Delust版的齊大 好 那這個就是我第九名 好 接著第八名是Rosswits 第八名 第八名 我另外一個很喜歡的 就是Star Wars 是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Dungeon 是 那拿在一起 就變成IA 就是變成IA 就是第八名 是 是 IA這一隻 我雖然其實不是玩超多Dungeon遊戲 但是我是很享受那種 就是這種類似RPG 但是有些實體 有得玩卡的一些遊戲 那我試過幾隻 這一隻 無論是Theme 它的System 我想都是它真的精年之作 那 當然它也是有無限的抗展 是 令整個遊戲的replay 各種東西 是 那是 不是 我看你剛才AQ你這麼大的反應 你這個不大堆 不是 我AQ 這個是一隻遊戲 AQ1 AQ2 AQ3 我聽到是Season 1 Season 2 Season 3 你跟我說有五個Season 你現在差不多 Season 1 但是Anyway 我覺得這隻遊戲 無論在平衡上 那樣東西是做得很好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你真的 裡面的劇情 是 還有你真的 無論是 做player 做城主都可以玩到 就是那樣東西 我覺得這些是很獨特 值得一讚的 當然 Star Wars是有幫他加分 是 但是你就算真的不懂Star Wars 好像你這樣 你這樣 你直接下去了 是 就算我不懂Star Wars 就算我一個Europe player 也好 因為我剛才說想選一隻 選很多不同種類遊戲 是 如果要選一隻 你會代入那個故事 選一隻你想玩雜色仔 選一個刺激感 和別人對打的 選一隻是地城遊戲 就是這隻 所以 他就入了我第八名 這隻是真是魔術 對 你也是個男性 我 你不是第四位 不是 這隻我跟AQ選 我選了AQ 明白 因為我Star Wars沒有那個價值 沒有那個價值 而且我對於魔王那種 我差點 不過我先說我那個 OK 我的第八位 第八位 輪到我 就回到Party Game 其實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我Party Game 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一個選擇 對 只有一個選擇 沒錯 就是One Night 不會是狐 你看到我能買這個盒 那 就是代表有錢 不是 就是代表我真的好著這個遊戲 軟腹 基本上 其實如果你問我Party Game 身份遊戲 基本上我都不想 我都一定是這個 就是這個 其實很多人都說 這個遊戲很困難 又或者這個遊戲很混亂 我現在這裡不夠時間 但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拍一集 告訴你 其實這個遊戲應該怎樣玩 它可以很Party Game 我們兩個都有研究過這個 那基本上 身份Game Party Game 綜合來講 我就選了它 就是這樣 好 輪到Happy 第八位 第七位 先參加 V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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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是IA 雖然我有想過IA 但我講一下為什麼 我沒有選IA 雖然我很喜歡登陣的 因為我覺得 我是玩完一次我不會再玩 因為我覺得 你這一個女人 你是不是沒有玩Expansion 不是 就算你玩完Expansion之後 你覺得已經完成了一個屎屎 我明白 那些的事情 對 所以我反而就是選我面前這一副 嘩 又是絕版 是不是 絕版 準備絕 準備絕 絕絕 絕對 你有沒有 老鼠 就是有老鼠Expansion 雖然不會玩 而且很少 但是為什麼會是這一副呢 因為其實我想過他還是Cathulu War 但是我覺得這一副呢 他過癮的地方就是 他的種族都是很有策略 如果大家玩過 但是他最過癮的地方就是 我會想他是不是只有一個策略 因為我那時候是玩其中一個族 那麼 他三人玩你會發現有點不平衡 但是我就想挑戰一下 是不是真的 一定會輸 那我覺得這一副呢 是給我這些 即重玩 不斷想再玩 或者是試 是不是這麼限制的一個 還有他也真的是 種族無打的 叫做始祖 就是Cathus Cathus 代表 OK 好 然後現在就是第七位 仍然是絕版 是的 我也想說 可以保持絕版 可以保持絕版 保持絕版 真厲害 第七位 第七位就是我了 那我的第七位呢 就去一些大家熟悉一點的東西 那就是面前的這一副 就是Akikola Akik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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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會這樣想的 就是Eurogang 我自己都喜歡 但是我又不可以選太多了 因為始終我都是主題很重要 但是Akikola是我這麼多隻Eurogang 但是我自己坐在這裏 我會想如果我現在這一刻 我可以再開的 那這個絕對會是我其中一個選擇 是 而他整個系列裏面 為什麼我選這隻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Akikola 和這個 其實好像要祝福 兩隻我是鬥爭了很久 但是因為要keep ten 那這隻的重玩性是比較高的 所以 是因為他有很多卡 沒錯 角色 又是無限暗衝 是無限暗衝 可以很多次演化 是不斷地出不同的version 那就是我的第七位 接著就到Happy 我的第七位 就是叫做 Imperial Settler 哦 OK 那就是Imperial 也是這樣說 但是 不算是Imperial Settler 可以在這裏 很多人都知道Portal 那隻 那是他一個reframe of 一個舊game 對 reframe of另一個舊game error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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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New Era 有reframe 不是 改了小小system 5月Stay 5月Stay是新的 最久的 其實簡單來說 51Stay 51Stay是第一集 接著第二集就是New Era 接著他 Reframe 就是reframe 有小小expansion 那至於這隻game有什麼好玩呢 如果玩過人 至於這隻是一隻Card Combo 的engine building的game 是 那 那 他那個好玩的地方就是 首先他有很多不同的種族 是 你每個種族 你會玩的方法不同 是 每個種族 在出了這麼多expansion 暫時出了兩三年左右 是 會繼續會出的 每expansion都會再加卡下去 甚至你可以玩齊叻 可以變齊叻 可以齊叻 可以齊叻 另外你外面有common叻 又會每次不同 是 跟著跟對手打又會有不同 是 跟著其實還有一件事 其實呢 一直聽到的一個考慮完數 就是 可以solo oh no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可能因為潛艷物化自己 火星太久 如果是火星 要solo 不是啊 我都可以solo 我都可以solo 很多game都可以solo 我都可以solo 你不是剛才說出來嗎 不過 Impure Settler 是 會選 我差一點就入 你好像說我很多次 差一點就入 我都可以搬到你 第十一位是不是 他有五十隻 不是啊 那你的十隻 每一隻是Top 1 那都是Top 2 對 不明白 OK 好 第七 那我第七位呢 其實在大家面前呢 就是Summer Wars 哇 Hanny生氣啊 這隻我還沒絕 這隻是絕的 不是 但有一些fashion 不是 他有一件事 我們是絕了 對 對 那你猜一下 你投入哪個世界 就知道有什麼是哪個小的 是 Hanny已經 Hanny你說吧 不如加少少的 在後面 我留言 那為什麼我很喜歡Summer Wars呢 其實可能我趕了一下 我不知道 你不要理會 其中一個可以solo 開玩笑的 對 其實我最開始第一隻很迷玩的 卡遊戲 其實就是Summer Wars 因為它有一個地型的戰棋 其實我很喜歡戰技遊戲的 是 還有它每個族其實很有特色的 是 所以那時候 我應該是由 它最初代 就是 最初代那隻 對 最初代兩個 Mac Phonix 和大大行 是 那個年代已經入了 是 一直跟朋友玩 等等 所以 如果你想繼續 一隻變化 又有 然後又多東西玩 都是真的很好 對戰遊戲 是 是啊 OK 所以你所有的時裝都全合了 是啊 BIG BOX都是齊齊齊齊齊了 對 它還要有一件事 我們已經沒有可能有了 行了 待會兒先 好 沒可能happy不會保持 是 我們繼續 好 到我第七位 剛才說的 另一個feel 我很喜歡的遊戲 就是Summer Game 如果Summer Game 沒可能保持 就是TDA 是 當然如果具體一點 現在要保持TDA 2 是的 因為始終你師父的遊戲 其實我有試過幾隻 涉獵過幾隻的 Nation 或者再新一點的Historia 但是比較過 你始終都是沒辦法超越到 TTA 他那種 就是 build 自己的師父 以及他去拿分 也做了一個文明 我自己是超期待 他真的認真去做那個 expansion 出來 究竟會是 改善這隻遊戲 多了重玩性還是怎樣 應該今年 今年的了應該 還有他說他有apps 我期待apps 可以有空搭車solo 有solo 有solo 因為火星 是火星 但是我覺得這隻遊戲 就是 如果你說師父的遊戲 我一定會保持這個 好 第七是否到我 你講了 不是嗎 第七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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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八七明明 但我們好像很長氣 我們中間要停一停 我們之後幾集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